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是多么深爱香港这个国家 香港这个国家 香港这个国家 喂喂 Hello 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3月1日 兵凶战危 一个晶片战 以及物流战 现在其实是在做这两件事 早前其实Elon Musk 已经被人说 为什么俄罗斯有这个声链 他一致否认 以及香港已经在荣登 在美国的敌对国家势力范围之内 香港不是一个国家 敌对势力 英美两国 分别制裁伊朗指挥官 胡塞武装组织 和一间香港的船运公司 不是东方海外 董建华没见过很久了 胡塞武装 后面就是伊朗 这几个月来不停骚扰红海的船运 如果你要寄货去英国的时候 那些货柜又贵到什么 不知道是不是为了拦截这个BNO 尤其最严重的就是 那些货柜全部买不到保险 就跟你英国一样 当你买不到车保的时候 你是出不了车的 贵一贵你都出不了 于是乎 为了要压止伊朗和胡塞武装 终于肯做些事 美国财政部官员 Brian Nelson 表示 今次之所以要制裁伊朗指挥官 胡塞武装组织 和那间香港船运公司 目的就是显示决心 要封了伊朗革命军 聖城军和胡塞武装 这个叫做 美国制裁并资助地区 进行更多襲击的 那个资金来源 即是花了钱 以及之前也有 几间的香港企业 都上了这个制裁榜 原因就是因为 他们资助俄罗斯那边 发动对乌克兰的襲击 其实这个不是示强的表现来的 是示弱的表现来的 为什么?捉到的话 就说那几间 捉不到那些 你是费尽千辛万苦 有调查成本的 事实上 如果一个tax man 即是税务师 明知那个人手脚不干净的时候 基本上 他提供的什么文件 都会验尸地验的 但目前你看到了 美国政府方面很明显 是软弱无力的 很多的东西都有非常多的漏洞 就是以华为例 早前才公布自己 已经发行到这个7纳米的晶片 急起又直追 由28纳米变到7纳米 雷猛多到客一跳 就见到中国 在规避别国制裁 是有一手的 既然如是 都仍然想着小院高长 即是可竞争时竞争 可合作时合作 到最后就被人吃了一只居 同时亚洲方面 急急可危 就不知大家有没有发觉 最近尤其香港可以说是 沽原海外的一个小岛 包括了Facebook之前 那条电纜海底那条 就已经选择了不经这个香港的了 你可以说它有先见之明 但是现在是说 胡塞武庄组织襲击那条 这里 其实2月6号时候已经有警告的了 现在真的这么做 2月6号时候 电讯业界就示警 胡塞武庄 因为苏仪市那边 有一条海底电纜的 有机会玉石俱焚 胡塞武庄 可能会襲击红海的海底电纜 也门电讯业界 表示 胡塞武庄 可能计划 怎样去破坏 红海那边的 海底电纜网络 那这个呢 和之前挪威那条电纜 有异曲同工之妙 它们就有一些船抛铢 用什么呢 那个铢呢 就特别一点的 可能有一些电动的机件 将你的电纜 或者海底那些油管都转得烂 有什么转不烂 事件要回数2023年10月20号时候了 海底管道受损 芬兰呢 调查这个挂香港旗的货轮 和俄罗斯船只 还需要调查 拖垠你 就拖垠你了 芬兰10月时候 就表示了 波罗的海底那里 连接芬兰 和爱沙尼亚的天然气管 和通讯电纜 都受到破坏 调查发现了 一艘叫做 中国货轮 New New Polar Bear 啊 它的名字挺有趣的 和一艘俄罗斯的核动力货船 货船都是核动力的 就涉嫌 成功破坏了 这个油管 和电纜 路透社指 了 New New Polar Bear 是一艘挂香港旗的货轮 不是说中国的吗 就是挂香港旗的中国货轮 OK 而且 经北海航线 往返中国欧洲之间 军囊表示 已经联络了 这个中国寻求协助 和联络船 四个字 哪四个 与虎谋皮 事件就已经通报了 给这个北约 但是不算攻击的 民用的嘛 是吧 想当日都是的 中国人民志愿军 打航战的时候 打到些美国人 一摸一摸 退守三百线 他说不是的 美国赢的 赢鬼 赢的话 就整个北韩被人收拾了 当日中国人民志愿军 一涌二赏 那不是中国派兵的嘛 他们是志愿的嘛 长津湖各样的那些 冻掉手指 那结果了 美国人的机枪 马力不足 嘟嘟嘟嘟嘟嘟 一排嘟嘟嘟嘟嘟 一排嘟嘟嘟嘟 成千上万的中国军人 稳勇前进 最后机关枪过热 美国退兵 虽然 麦克阿什就想力玩狂难 使用到这个核弹 当日的核核炸 但是 就被千古罪人 杜鲁门禁平了 可以发展成 今天这样的局面 到最后 毛泽东也拥有了 这个经济实力 发展为中国的核弹 成为世界的一股势力 所以我整天都说了 洋人是有自我了断基因 啊 自骨坟墓 那没办法的 有些就说不是的 右派那些不是 是左派那些呢 又不知为什么 那么喜欢自我了断的 嘻嘻 心无可恋 既然如是 你就不要在这里害人害物了 自己回到家里 找一条白灵自己搞定 是不是 浸测你白灵一条 就不要将自己那些污蔚的 什么环保啊 各样那些思想 不文明 啊 那就传递去 回到盲方时代 咯 闻手闻屎的就是最环保 撤纸都不用用的 那就是最环保的 又不需要啊 像王子华话头啊 你深水埗那里 爆一条水管 八把声那样 多过了他一世交的水费啦 根据英国惠报的报导 也门电讯公司 过去几年啊 都不停叫那些人呢 就不要和胡塞武装组织 有任何的往来啊 生意来往 电讯公司啊 留意 讲的Telecom 以免啦 被这些恐怖的组织 知道你那些装置摆在哪里 而红海方面 光纤电烂的数目呢 相当于全球17% 也就是说 讲的胡塞武装 攻击这里的时候呢 全球可能被他拖凉了17%的网速 据消息指 多达16条的海底电纜 通过红海 连到埃及 最具意义的就是 长达2.5万公里的 亚非欧AE1电纜 这点是非常令人不安的 原因就是因为 今时今日呢 上网都是人权来的哦 已经录在人类发展指数里面的了 你的城市 尤其啦 金融城市哦 但是会不会自挖坟墓呢 因为 香港正正 就处在亚洲的中间啊 你没有了通去 美国纽约那边的那条 红海电纜 通去伦敦那边 右边都有一条的 玉石俱粉 南炒 结果胡塞武装真的动哦 这里 断网警报啊 胡塞武装 据清啊 已经开始破坏 红海方面的海底电纜 目前还没知道破坏的程度 还说纷纹 啊 只是可以传一些信号过去 啊 就看一下 网速大概受影响了多少 那原来这几个月来 沙地阿拉伯海附近 有四条水下的通讯电纜 已经被破坏的了 消息来自以色列的财经日报 那和以色列都有关的 因为目前胡塞之所以 会走去 红海那里 攻击各个的货船啊 目的就是要逼各个施压以色列 要他不要再襲击这个哈马斯 那一般民众都是政治冷感的嘛 不知道那么多 那但是欧洲方面呢 和美国都会施压以色列 目的就是向胡塞武装示好 希望呢 他又不要在那里搞搞阵 而胡塞和哈马斯 都是受益于这个中共的资金 主要呢 就是将美国和欧洲方面 那个集中力就由台海那边 摆到下去中东那头 Mind your business 中国的内政 就不轮到你干预啊 于是乎 维艺救赵啊 在他们不停地去救红海 这个必救之处的时候 中国就可以掩置这个台湾 那个算盘就是这样打 敢不敢就未知 就算不敢 都会不停地去那里叫梟 很简单而已 去不停叫梟啦 你不见美国最近呢 派一队航空母艦群 就走去这个太平洋那里 每日要花多少经费啊 你又不是拿来打的哦 长此以往啊 美国日衰 中国就日盛 东升西降哦 那这里 美国五艘航母 空前齐序 西太平洋 据分析啦 应该是 为了要压制中国 这个是首要之务 你怎样压制呢 请问 是一个威吓的讯号啊 我仿佛觉得呢 这个是三角演义时代的空城计啊 精人就出口 笨人就出手 那不用我说 都知道哪个精啦 是不是 骂一下骂一下啊 啊 竟然美国整个航空母艦群 被人调到去太平洋那里 破产都似的 那根据 南华早报的报道 美国有十一艘的 现役航母 有三艘呢 去西太平洋巡邏 有两艘会在未来抵达 总共已经调走了美国 四成的航母军力 那可能是 为台湾设防各样啊 就去保卫这个台积电 因为有战略重要地位 但是第一 这些航母啊 一直都在中国的导弹威胁之下 你说没有那么容易命中的 他射一发的时候呢 你灭国都似啊 弹如雨下 是不是这么说啊 所以他不射咯 有你在那里 不停巡逻咯 美国从来都是啦 你又不会出兵中国的 那你在太平洋那里游来游去 游去游来 那只会是 浪费心机挨眼分 浪费电 浪费油 浪费军费的 种种迹象已经显示如此啦 不是我说的 这里 2月27号啦 事故频出 美国列根号啊 就雇用日本和尚驱魔 你看看 疑神疑鬼啦 那班人已经 找他们来巡逻 又不是出兵 又在这个导弹威胁之下 又做不到些什么 用来做什么呢 你完全不明白 甚至乎 被人在微博取笑啊 那他嘲笑你而已 又没说什么的 微博显示啦 美国韩母啊 因为事故频出 列根号呢 就出钱邀请日本和尚登岚 举行驱魔儀式 故障照片 嘲讽啦 世界最强大的美军 竟然害怕鬼啊 这些 就不是掌他人志气 灭自己威风 啊 而是你真是嘛 你在那里干什么呢 而且都搞不达白的 干什么要请日本和尚啊 你又不请牧师驱鬼 现在那些信仰搞到怎么样啊 以及军人怕鬼的时候啊 你都吓人一跳啦 打不打得的 还是学解放军在那里跳舞啊 喂 至少折痞部队那些实际哦 军真哦 讲到明你听 拿来show off的 完全不打得 又便宜哦 那些命多那么赤才行的 在喜马拉雅山那里 整队不见了啦 墳墓都没有过的 省钱 省力 省电费 美国不是哦 所以毛泽东当日说的说话 是非常之正确的 大家一起没有五万人看一下 此消又给奖了 查实他是不是应该快点 平定了胡塞武装那里先呢 一个胡塞都搞不定 怎么搞定中共呢 别玩了 你说不是中共 遼宁号各样那些不打得 不用打得的 你看一下 胡塞武装都是出到无忍机而已 在那里不停流转 哇 最近啊 令到这个美德之间 誤伤自己人 这里 由于一架无忍机 就不知道是所属何方啊 所以德国军舰呢 就向这个无忍机开火 结果证实了 这个是美军的MQ-9 收割者政策机 当在红海那里 进行护航任务的时候 德国海军杀黑心 这架是黑心豪 真是很黑心啊 赶往红海的时候 很快啦 就碰到一架疑似敌机 将其击落 结果原来是摆污笼 是美国的MQ-9收割者政策机 明昌异党 暗箭难防 胡塞武装那些呢 又好像黑马斯那样 捐地窿的嘛 有空就转出来打游击 亦都是毛泽东当日 为什么可以打赢这个蔣介石 毛激堂堂之师 毛哲正正之旗 他从来都不会跟你正面冲突的 就只会于回曲折那样 用一些叫做超限战 将你耗死 敌注我妖 敌退我打 敌平我追 最后啦 几万的共产军团 就将国民党的 几十万精裕 完全消灭 剩下的韓粥 全部送去韓国战场上面做炮灰 一石二鳥 再这样搞下去呢 美国很快就被人蓝牢女鸡的啦 武贵乎朱华大使都要哀炭 不想生活在中国主导的世界里面 有这么久经验的 朱华外交大使去看到 中国人的手段嘛 你有核弹又如何呢 老实说 就算中国啊 弹如雨下 将整个美国的东岸二位平地 核子弹狂射 你说不是 会有反击各样的 他不会按那粒键的 算吧啦 因为为什么 仁慈嘛 上天有好生之德 这样做不是几好的 就是这样 好 今天讲到这里 弹如雨下将整个